欢迎大家收看大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克劳迪娜·戴伊 哈佛校长在聚光灯下动荡的几个月 巴尔得到23分 圣克拉拉以69比61击败华盛顿州队 创纪录的哈丁大学以38比7击败科罗拉多矿业学院 赢得了第二级冠军 没有什么比同意更性感的了 警方与Tinder合作进行积极统一行动 以色列是否有意针对加沙的记者进行攻击 请大家收看 克劳迪娜·戴伊 哈佛校长在聚光灯下动荡的几个月 CNN 哈佛大学校长克劳丁 戴伊因该校存在反犹太主义问题而面临抨击和辞职要求 戴伊因在涉及校园反犹太主义问题上模棱两可 导致她面临越来越大的辞职压力 一些重要捐助者已经与该大学断绝了联系 教育部已经对哈佛大学进行了一项调查 调查对象是涉及共同血统的歧视 这个概念包括反犹太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同时还有几所美国大学正在进行调查 戴伊因与宾西法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一起在国会作证 就反犹太主义行为和教职人工招聘实践进行了说明 单位明确表示 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 必然违反校园骚扰和欺凌规定 然而在听证会后的一份声明中 盖伊澄清称 在哈佛大学对犹太社区进行暴力或种族灭绝的呼吁是不可容忍的 对他辞职的呼声得到了教职员工 校友和哈佛大学最高管理机构哈佛公司的大量支持 哈佛公司一致表示对盖伊的支持 哈佛公司下令对盖伊的著作进行独立审查 结果发现在少数情况下引用不足 但没有违反哈佛的研究不端行为标准 巴尔得到23分 圣克拉拉以69比61击败华盛顿州队 美联社 圣克拉拉在节里 科兰杰洛经典赛中以69比61击败了华盛顿州立大学 阿达玛 巴尔以23分领衔圣克拉拉 而迈尔斯 赖斯为华盛顿州立大学贡献了16分 圣克拉拉在过去5次与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交锋中取得了4胜2负的战绩 并且本赛季对阵PoG12联盟球队的战绩为3胜1负 创纪录的哈丁大学以38比7击败科罗拉多矿业学院 赢得了第二级冠军 美联社 哈丁大学以38比7击败科罗拉多矿业学院 赢得了其第一个二级分区冠军 拜森队在比赛中冲刺了502码 成为NCAA橄榄球历史上第一个在任何级别赛季冲刺超过6000码的球队 这场胜利是哈丁大学第二防守对阵矿业学院第二进攻和第三防守的对决 没有什么比同一更性感的了 警方与Tinder合作进行积极统一行动 澳洲ABC 澳大利亚首都特区警方与约会应用程序Tinder合作进行一项统一运动 警方在推出这项运动之前 寻求了坎培拉强奸危机中心的支持 该运动旨在推广该地区更新的肯定统一法律 该运动希望提高人们对同一重要性的认识 并使其成为每个人关系中的常态 澳大利亚首都特区立法机构去年修改了齐性同一法律 明确表示一个人不能再仅仅因为对方没有表示反对而假定同意 该运动旨在教育人们了解新法律和获得积极同一的重要性 具有相互同一功能的Tinder支持该运动 性教育倡导者卡特里纳 马森赞扬了该运动 表示同意教育应该从年轻时开始 并且应该在学校和家庭中进行 他还强调 一个人对同一法律的无知不应成为不获得积极同一的借口 因为以尊重和体面对待他人应该是常识问题 以色列是否有意针对加沙的记者进行攻击 半岛电视台 自10日7日以来 以色列和加沙之间的战争已导致至少90名记者和工作人员丧生 这使得这场冲突成为有记录以来对媒体工作者最致命的冲突 大多数死者是报道这个故事的巴勒斯坦人 因为国际新闻机构被以色列军方阻止进入加沙 以色列军方被指责有意针对媒体 对这些杀戮的追究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 以下是过去几年圣诞午餐的费用增长情况 澳洲ABC 食品价格飞涨 使得澳大利亚的圣诞午餐变得更加昂贵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去年大幅上涨 澳大利亚人现在支付的商品和服务比2019年12月多出16% 传统的家庭午餐 包括火鸡和火腿 价格已经上涨到192澳元138美元 比疫情前多出27美元 比2021年圣诞节贵了21美元 奶酪 面包和牛奶的价格上涨最为明显 独立的专业店是节省金钱的最佳选择 长久有意的秘诀是什么 对于这个群体来说 它涉及到一个肌肉帕马森规则 澳洲ABC 沃尔本的一群朋友已经在酒吧聚会了20年 每两个月一次 总共参观了165家酒吧 这个由大约25个人组成的聚会 最初是由在莫纳什大学一起打排球的人发起的 这个团体过去会传递一个实体接力棒来决定下一家要去的酒吧 直到组织者安德烈亚 乔丹开始记录场所的清单 然是团体的孩子现在也参加这些聚会 这被视为保持有意的重要方式 扛着他们的旗帜 德克萨斯理工大学举办2023年秋季毕业典礼 雅虎 德克萨斯科技大学在联合超市竞技场举行了2023年秋季毕业典礼 由于该大学的体育队伍出国旅行 科技竞技部门组织了分别的典礼 每个学院都选择了优秀学生作为棋手 代表他们所在的学院 典礼于2023年12月15日举行 一个100万美元的悬赏和一个神秘的电话 40年后悉尼的一起暗杀案仍然未解 澳洲ABC 1980年 土耳其驻悉尼总领事馆总领事 Sarek Aurryak遇刺身亡的案件至今未能解决 已经过去了43年 A Aurryak和他的保镖Andin Sever在白天离开总领事馆总领事的住所时遭到枪击身亡 虽然这起暗杀案被认为与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正义突击队有关 但这一说法从未得到证实 调查涉及神秘的电话 悉尼港的搜查以及100万美元的悬赏寻求线索 2020年 潜水员在悉尼港发现了可能与这起杀人案有关的物品 土耳其社区和受害者家属继续希望能够伸张正义 并希望那些掌握线索的人能够站出来 由新南威尔士州联合反恐小组领导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一组称 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61名移民 在利比亚附近的一次船只沉没事故中遇难 加拿大环球邮报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oAnd的消息 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61名移民 在利比亚海岸附近的一次沉船事故中遇难 这艘载有大约86人的船只从利比亚的自瓦拉市出发 人民党候选人必须停止自称为工程师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裁定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名法官裁定 加拿大人民党的一名候选人必须停止自称为工程师 法官发现 候选人大卫·希尔德曼在竞选材料和社交媒体上公开自称为工程师 尽管他并非该省专业工程师和地质科学家协会的成员 该协会提起诉讼 要求希尔德曼停止使用这个头衔 理由是这给人一种他有资格从事专业工程师工作的印象 法官支持了协会的观点 并下令希尔德曼停止使用这个头衔 南加州大学进攻线前锋迈克尔·塔奎因进入转会门户网站 雅虎 左边进攻线球员迈克尔·塔奎因已经进入转会门户 并将离开南加州大学USC橄榄球队 塔奎因去年从佛罗里达大学转学到USC 但在2023年为特洛伊人队效力时并没有表现出色 尽管他的离开可能暂时减少了USC进攻线的深度 但也可能为升级提供机会 USC球迷希望球队的进攻线教练能够招募一些五星级球员来加强球队 最不费力的路径遭遇政治困境 夫妻候选人的晚期转变并未按计划进行 雅虎 上周 一对已婚夫妇为了增加他们的选举机会 互换了在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构的两个席位的竞选位置 预备队猎人和纳瓦罗带领俄亥俄队以41比21战胜乔治亚南方队 赢得了莫特尔比奇丸比赛 美联社 新生礼机 亨特在周六的莫特尔比奇丸比赛中帮助俄亥俄大学以41比21击败乔治亚南方大学 他打进了四个处地得分并接到了第五个 鲍博猫队强迫对手犯下了五次失误 亨特和四分位帕克 纳瓦罗为球队做出了贡献 尽管包括他们的首发四分位库蒂斯 劳克在内的几名关键球员缺席 但俄亥俄还是赢得了比赛 劳克本月早些时候已经承诺加入印第安纳大学 这场胜利使得俄亥俄本赛季的战绩达到了十胜二负 这是他们在校史上首次连续两个赛季取得十胜 摩尔多瓦学校为生存而战 德国之声 摩尔多瓦的一所学校由于缺乏资金而面临关闭的风险 但得到了德国驻基西门乌大使馆2万欧元约合2.25万美元的捐款 从而得以挽救 这笔钱被用于安装光伏系统 将年度电费 木材和煤炭支出从5000欧元降为0 多余的能源被窥送到电网上 以产生额外的收入 学校利用节省下来的资金雇佣了额外的员工 学校校长安吉拉·齐托拉加表示 我从未想过 作为一个小村庄的小学 我们会得到这么多的帮助 这是对这些孩子 这个村庄和这个国家未来的一种投资 该学校一年级有5名学生 二年级有7名学生 三年级有8名学生 四年级有9名学生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内容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关于哈佛大学校长克劳丁戴依面临辞职压力的消息 这位校长因对校园反犹太主义问题摩棱两可而遭到抨击 甚至一些重要捐助者都与该大学断绝了联系 教育部也对哈佛大学进行了调查 调查对象是涉及共同血统的歧视 盖一在国会作证时解释了反犹太主义行为和教职人工招聘实践 但未明确表示 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违反校园规定的 不过在听证会后的一份声明中 盖一澄清称 对犹太社区进行暴力或种族灭绝的呼吁是不可容忍的 虽然有人呼吁他辞职 但他依然得到了哈佛公司的支持 接下来是关于体育的新闻 圣克拉拉大学以69比61战胜华盛顿州立大学 阿达玛·巴尔贡献了23分 而哈丁大学以38比7击败科罗拉多矿业学院 赢得了第二级冠军 这场胜利让哈丁大学成为了NCAA橄榄球历史上 第一个在任何级别赛季冲刺超过6000码的球队 还有一则关于性教育的新闻 澳大利亚首都特区警方与约会应用程序Tinder合作进行一项统一运动 这项运动旨在提高人们对统一重要性的认识 并使其成为每个人关系中的常态 澳大利亚首都特区立法机构去年修改了齐性统一法律 明确表示一个人不能再仅仅因为对方没有表示反对而假定同意 这项运动得到了Tinder的支持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此外 我们还关注到了一起未解的暗杀案 1980年 土耳其驻悉尼总领事馆总领事 Sarek Auriyak遇刺身亡 至今已经过去了43年 调查仍在进行中 但迄今为止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受害者家属和土耳其社区仍然希望能够找到真相 还有一则有趣的新闻 墨尔本的一群朋友已经在酒吧聚会了20年 每两个月一次 总共参观了165家酒吧 这个团体保持长久的友谊 他们的聚会已经成为保持联系的重要方式 最后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新闻 包括摩尔多瓦学校 获得德国驻基西纳乌大使馆的捐款来挽救学校 以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名法官裁定 要求加拿大人民党的一名候选人 停止自称为工程师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意见 你对哈佛大学校长的辞职有什么看法 你对澳大利亚的同一运动有何看法 还有其他新闻内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并不得 并不得